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徐德美 天鹅的志向 在很久很久以前 天鹅和乌鸦是邻居 天鹅听说世界是非常广大的 它很想去看看 于是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乌鸦 乌鸦过光了舒服的日子 很满足于自己的小天地 它听到天鹅的打算 奇怪地说道 啊啊,你难道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不满意吗 到外边去干什么 其实哪儿都不一样 太阳都是从东边上来,西边下去 我们这儿不愁吃不愁喝 何必自找苦吃呢 天鹅下定了决心 为了是远行的需要 决定学习飞翔 当它把这个计划告诉了乌鸦的时候 乌鸦又吃惊地叫道 啊啊,什么?你想学飞翔? 真是闻所未闻 不可思议,那么好会被摔死的 第二天,星星还在闪烁 天鹅顶着风雨灯上了哥哥的山峰 学开了飞翔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在家中围着火炉 喝着咖啡的乌鸦 看到遍体鳞伤的天鹅 说道 哎呀呀,看看你这个样子 我不是早给你说过了吗 飞翔可不是好学的 你何必自找苦吃呢? 但是天鹅始终不回 仍然坚持练习 终于有一天 它就可以在蔚蓝的天空中 翩翩飞翔了 这一天 旭日东升 霞观万道 天鹅鼓动着双翼飞上了高高的蓝天 飞过千山万水 到了许多地方 看到了很多不曾见过的事物 打开了眼界 它回到家中的时候 碰到了晒着太阳刚刚睡醒的乌鸦 乌鸦看到风尘仆仆 远道而归的天鹅 说道 你这是何来呢? 看你又累又瘦的样子 我说过多少遍 外边没有什么好看的 还不如在家里睡大觉呢 但是乌鸦怎么能体会到 天鹅归来的喜悦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